主料,鲁鱼两条,辅量,黑胡椒,盐,韩式烤肉酱,洋葱,葱,姜,生抽,花雕酒,小米椒,西兰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鲁鱼洗净,扑去内脏,剁掉鱼头,鲁鱼自负不开始,鲁鱼片开,留几备处不扑,鲁鱼身上两面各鞋一三刀, 将鱼放入盆内,放入大喜大烤肉酱,放入葱姜,倒入生抽,倒入花雕酒,放入葱姜,腌子两小时,平底锅烧热,倒油,转小火,将鱼放入,各面煎五分钟左右,西兰花捉水,锅子烧热,倒入少许油,放入洋葱丝,煸炒,放入少许小米椒,煸炒,放入捉水的西兰花, 放入少许油,宽火,放入黑胡椒末,将西兰花马在盘边,将洋葱平布在盘中,小米椒排在盘边,将鱼马在盘内,撒上黑胡椒末,烹饪技巧。 一,鱼头切掉,自鱼腹处对切开,鱼片开后,厚薄合适,也容易煎,二鱼片开,鱼身咸鱼,可以帮助入味。 三,鱼肉腌子两小时以上,入味更加浓郁。 四,洋葱和西兰花经过煸炒,起到点缀,清扣的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